你同心第一首集中台是彩琳 彩琳有啊有啊有啊 我现在换成我的最新歌曲《心跳》 就是不管是我或者我唱片公司所有同事啊 就是现在是发片的季节 发全新的创作专辑了前天 所以大家都一起加把劲来 来努力让这张唱片所有的音乐 带到每一个歌迷的耳朵 有没有听到比较奇怪或者很惊奇的那种台 比较奇怪的或者惊奇的 我自己也做过蛮多的 我觉得比较适合做彩琳的 像《心专》里头有一首歌叫做 《我完全没有任何理由理你》 这首歌每次想的时候好像觉得 怎么这么有态度你不想理人家 不想接人家的电话 刚才成龙大哥说 他说他的音乐上比较小 他在音乐上比较小 我们欣赏你不就会有更小的音量 如果你给他写的 你会写什么样的歌 大哥大哥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心目中的英雄 从小而且成龙大哥对我来讲是 因为我是一个ABC 华裔的美国人 所以在美国能够看到的 中国人的偶像的机会 其实很少的 因为大哥很早就 他的电影就在美国很受欢迎的 所以是我们小时候的偶像 然后接下来也有 希望可以跟他有机会合作 拍电影 所以如果是有机会 跟他做音乐的话 我觉得也是 要把他的英雄气概 就是用这种 不管是摇滚方式 或者嘻哈方式 把他的盖世英雄的气概 呈现出来 他唱歌已经是很有他自己的味道了 我觉得这个不用改变 呃我想天下的华人都对成龙的声音 无论是唱歌的演戏的 或者是像配音啊 他最近做这个功夫熊猫 他在里面的声音也是很好认的 那你今天得了这么多 嗯 嗯 非常的感动 非常高兴 呃 今天可以拿下三个大奖 呃 也谢谢中国移动的支持 还有最重要是歌迷朋友们的支持 因为他们的下载 呃 他们的对音乐的热情 我想这个是 一直都是我做音乐的一个动力 嗯 那你的新冠集新冻 你知道 发现 就是 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功能 对 那你当时是怎么多讲的 没有这样的就是 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功能 一直以来我的曲风是比较多变的 呃 我比较希望自己可以创新 不断的在音乐世界里头成长 所以这张专辑 叫做心跳 的原因是 因为有一部分的歌是 比较内心 呃 比较深情 有一部分是比较跳动的 比较比较摇滚 比较有态度 比较犀利的歌词等等 所以啊 这个也是反映我 比较多元化的 呃 音乐曲风 嗯 对 我刚刚给了她 我的最新专集 然后她其实已经听了这首歌 另一个天堂 呃 呃 这个是 一个 我觉得是我们两个的缘分吧 呃 有一天 早上我梦到了这首歌 呃 我起床就 就听到了 好像上天给我的一个礼物 然后 就听到这个词曲 呃 当场就把它写下来了 然后 找了 亮莹一起合唱 我非常非常喜欢 她的歌声 也很高兴有机会跟她合唱 有些什么时候听到的 呃 呃 印象西湖 这个是 呃 让我印象很深刻的 我有一次在西湖看那个 张艺谋导演的 她的演出 就有张亮云的声音 可以说是在那里 和你梁胜丁做的一个歌吗 是啊 是啊 是梁胜丁做的一个合唱 希望大家 歌迷朋友们很喜欢 那你除了跟张亮云 有听过Lady作手 还有没有想跟Lady其他作手合过呢 很多 很多 呃 完全没有任何理由 离你 玩偶 这些这类的歌 我最近谈很多电吉他 我很喜欢像崔剑 呃 汪峰 郑军 呃 很多的 尤其在北京 零点乐队 唐朝 的黑豹 很多了 呃 张亚东 好 谢谢大家 还有我们的时间 有些什么 电影 呃 接下来也会拍电影了 所以 可是现在也是专心做这个 music man 回到音乐人的身份了 因为毕竟 两天前 才发了这张全新的创作专辑 谢谢大家